凌晨4點多一輛小黃 開在新興區五福路上 經過路口卻一路往左偏 瞬間車頭撞上號指燈桿 雖然速度不快 但撞擊力不小 整輛車彈飛 最後橫停在內線車道上 我的手機 我都在過頭看著這樣 我都不知道怎樣 同樣也是開小黃的其他駕駛 募集自撞車禍 看見安全氣囊爆開 撞車的駕駛按著頭蹲在一邊休息 因為頭暈怕有腦震盪風險送醫治療 但警方表示67歲的小黃萬獎 經過酒冊沒有酒駕行為 初步研判可能是年紀大 或是疲勞駕駛 另外在台南歸人區高鐵附近 一輛小黃在路口撞上機車騎士 機車瞬間起火燃燒 燒到只剩下股價 60歲的南騎士重傷送醫 而小黃車頭也幾乎全毀 擋風玻璃凹了一個大洞 現場慘不忍睹 機車起火燃燒全毀 計程車車頭半毀 車禍原因警方還要釐清 但不排除小黃車速過快 在路口沒有減速慢行 撞上騎士還起火燃燒 2022年倒數 小黃問獎分別兩起車禍 讓警方呼籲別疲勞駕駛 別貪快超速 降低車禍以外 既有高雄台南 中央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 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總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